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峰 晚上可能就要跟他进去山崖了 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跟我也好了 明天在山崖那边带我钓鱼 然后刚刚师哥打电话说 那个带我 准备带我在这边到处逛逛 师哥可能现在已经快到了 走 那我们现在准备下去 现在已经跟师哥在一起了 那我们现在准备看去哪里逛 找个整点逛一下 阿峰 我带你去吃一下 你没有见过的野果 没有见过的野果 沾野果吃 我们这边野果很多 可以可以 我特别喜欢吃这种野果 我们那边刚好那个 根本没有野果什么之类的 我们这边很多野果 那都是我们小的时候 最主要的零食来源 好 那我们去尝一下 去吃一下 你不怕中毒 那肯定是你先吃 我后面吃 阿峰又没那么啥 红旗不倒 我不倒 就那个石色的 就这样塞 这个是可以吃的 这个可以吃 可以 但是这个果实不包 不包 不包吗 小心吃 也没有 冲天兰 乌乌兰 这个就可以吃了 然后就是这样子挤出来 就吃 那你先吃一下 会不会中毒 你怕中毒吗 我拿去 真的 真的可以吃 很甜的 要是没口红送老婆的话 三点吃 嗯 很甜 甜吧 吃吧 嗯 那我们走到那边去看有熟的吧 摘一点给你吃 这里有一棵 但是这种是还没有熟透 但是都可以吃 能吃吗 能 但摘这种果要懂 手不要碰到它的刺 它刺很多的 我们要轻轻的抓住的爪 就这样 随便划一下 按照这种方法来吃 你吃多少有多少 那木会弄的话 就会被刺连了 吃的就辛苦了 这道刺你也要转个弯 像那个高速公路一样 转弯这些 哦 然后借助吃的力量 就是的力量 把它给拔开 这样拔开 哇 这个也挺烘的 然后这个就不要了 但是最好吃的果 就是这种半生不熟的 哦 然后在这种子给它拔开 不用 完了完了 那会 还那么贪吃啊 这个真的 味道很棒 哦 这个猪牛猪 你怎么了 对吧 你早来了 像不像 什么呀 师哥 刚刚有没有吓到你 你少来了 我吃了几十年都没有 啥事 只不过是符合着你去弄你一下 那我们去安心了你 回家煮饭吃啊 完了 阿峰他实在演不出了 他看到虾他说 他是最高手煮虾的 我让给他做 来 我来炒一下 锅给他烧了 然后放点油 质量放多一点 然后就给你放点油 蒸香和大蒜 倒一下了 拿点生酥 进去 这边放辣椒 进去一下 没有料酒 拿点点油 拿点辣椒油 这个水饭快缩干 就可以水锅了 上菜喽 拿开 谢谢 上菜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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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有什么愧对的地方 没有没有 这次真的很开心很快乐 真的更多的是感谢你 那好了 那我们自己干吃了 这次差不多了 因为人等车差不多了 来我们送 送过去 我送 那你就不用送了吧 不不不不 真的太客气了 那我们过去 那你就先回去 不用送了 多些还是没有多天可以 宽大 送件圈里中西一边 那你下回有缘再加 嫁回去欧盟福建 有机会一定去欧盟福建 一定 一定 我带你 限刷限属什么都可以 一定 然后玩好的 吃好的 这次习惯你玩的一块 好 不得吗 那我来要给你 好 我去 那我去 那你路上满了 那你路上满了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已经到九点了 明天准备跟涛哥在大连那边会线 然后后天跟涛哥带我到处去钓大鱼 真的很期待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了 什么时候再去再见哦 拜拜